110年全国柔力球锦标赛在机动举行 总共有来自机动市新竹市和桃园市 三个县市47队820人参加 以舞会友场面十分热闹 全国体育总会第23届 卸任及新任理事长郑锦舟和汪辉都强调 全力支持把柔力球运动推展到全国 运动健身发光发热 我们一把柔力球推展到全国 我们虽然只有到张罗游队 我们现在推荐去 因为台湾体育总会所辖的22个县市 包括高雄 屏东 金门 连江 澎湖 我们以后把柔力球推展到全国 好不好 让我们農职能够就超过5红 超过所有的活动 你看 这么多议仰都要支持 你挑一项 团结一项生意 对不对 我们在办两次額 无借了 不用要抓人的 一项议仰和藤三五位 希望和张议员 理位柱 郑议员 董议员 董议员 一项都五万 我理想到新郎 我也懲罰的婚人 他討論是政府的 我的事 我也聽到討論 我們要告訴我們就沒問題了 但是你要記住 你們這些人要支持 從那幾萬多萬三 一票怎麼回到下去呢 你家裡有五個支持 一票都回到一票 那十萬的時候 因為鄧穎平 這樣很好 包括基隆市議員彤子偉 鄭文廷 張秉均以及前立委謝國良 都親自出席致辭 為參賽隊伍加油打氣 隨後到現場的民意代表 也為精彩的柔力球表演鼓掌喝彩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